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家人不但颜值非常的高 而且手艺也非常的了得 会做菜 日常做的很多菜 你整个最拿手的 比如说有一天男嘉宾到你家做客了 来你坐着等着 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厨艺 咔把这菜端上来了 哇一下就给对方震住了那种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 靠大虾 靠大虾 喜欢吃吗 爱吃啊 爱吃 但是我喜欢爱我的人 他想吃啥会呢 做啥 你给人做呀 人家说了 他的手艺非常的好 就喜欢做菜 他要抓住男人的胃 他的拿手好菜是糖醋排骨和靠大虾 是 你的拿手好菜是 我会说的太多了 你整个先拿手的 只要我的阿姨想吃啥 我就给他做啥 就能做出来啥 满汉全齐全套的 那做几十个菜还不成问题 接下来给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一百分满 你给多少分 九十九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九十九 九十九 好 接下来留钱 二位咱们住里慢慢留 来 留钱 你现在 你家在哪 我家 树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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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呢 子女一个儿人 你现在还在上门 退休在家待不住 就是也是朋友介绍 我是在那个停车场工作 一月还能对付个两天多个钱 你退休金多少 我退休金 反正现在工资 能达到四千多点吧 我是在家实在待不了 所以说找份工作 接下来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有过两段情感经历 三十年前 女妻子性格不合 我们就离婚了 后来又再婚 没想到妻子有了重病 咱俩过也挺好 但是她 那个病不要人 她等于是那个上一家很晚 发现了 那都是晚期了 我带着儿子又赶上了下一个 生活的艰难 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 不是不想找另一半 而是条件不允许 现在儿子长大了 也为她买了房子 我也退休了 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 没有福的轻装上阵 我就想找一个 玩种当当的 能跟我共同后半生 就是俩人互相体贴 互相谅解 共同把这小家庭建立好 如果我找到的另一半 一定带着她四处走走 看看祖国的大和山 弥补年轻时候的遗憾 还要一同逛一逛菜市场 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气息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你是我想找的那个人吗 反正我的生活 自己的业是比较低调点 单纯 反正要是有个家 在说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还会调整 你这第二院去世几年了 说话六年大了 第二院去世几年了 反正现在来说得接近二十年了 第二 这个第二院走二十年了 没有再找 那你一直没找 反正咱说心里话 我上电视台都通过电话沟通 相处几天不行就拿到 一次没有遇到合适的 反正这玩意 我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主要是身高 长下一半的我都不挑 你看姨爷 我叔几年前来爱的选择 您没看到那个节目是吧 但是我记忆有心 他那期节目啊 在我们聊他爱的选择 抖音公众号上发布了 然后发布之后呢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人家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经济 经济方面的大权都是我奉着 你这说法整个的没太明白 财迷油盐过日子 所有的我都管了 都你管 就你那意思我明白了 我跟你过 你给我买啥我吃啥 不是说我都归你管了 随便你啥 就你 就这意思呗 将来以后我就找到另一半 这情况下 这个经济大权还是由博物管的 没有 有不少这个网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这个 你的那个节目下面留言了 基本上对你有两个 这个提出了疑问 第一个是觉得这个男嘉宾 工资低 但是这个工资低这个事 我可以替叔叔今天给解释一下 人家现在已经翻身了 已经不是两千块钱了 已经是两千的三倍了 六千块钱了 但是有第二个 对你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叔叔 就是关于经济大权 放在谁手里 我不知道叔叔 您现在还是主张 把经济大权放在自己手里吗 反正网上有骂你 也有夸你的 有好的夸你 这个男士真的长得又高又帅 长得真挺好 但是想法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 这位大叔还是别找了 自己过吧 自己过就没人和你抢经济大权了 他就是他 我这种意思呗 你明确说转金 你找谁也找不了 找不了 Robert 谢谢观看